為了台灣能夠走向世界舞台 也為了後代的子孫 可以繼續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為了忠實國防保家衛國克服困難 全力發展潛艦國造時 我們卻發現也有人不斷阻撓 相信各位已經在新聞上看到 國民黨力挺的馬文軍委員 把應該保密的國防資料 涉嫌外洩出去 在立法院國防委員會 每一個委員都應該要簽署保密協定 但這位國民黨的馬立委卻悍然拒絕 王曙光前川普總長很感慨說 國家怎麼會有這種立法委員 我們認為這樣的委員行為不應該 可是國民黨全黨上上下下 面對這種惡劣行徑 不僅沒有檢討改進 反而繼續高唱台灣的潛艇 是鐵棺材 這種招踏國軍 践踏台灣的原型 大家能夠忍受嗎 這個自稱白色的政黨 卻準備提名一位過去擔任 中國共產黨統戰幹部的人士 來擔任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民眾黨的部分區立委 等到外界抨擊一聲不斷時 柯文哲主席說 看他自己變不變得過去 意思是說如果變得過去 難不成就這樣繼續騙下去 eigh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